年纪越来越大 师傅发现肚子就越来越大 随着年龄增长代谢变慢 然后现在人就是久坐 然后再加上时不时来着火锅 然后下午茶 本来腰部的生理曲度就开始慢慢变直了 腰也没有了 柔韧性也变差 其实肚子一大 人真的特别显胖 其实想要瘦肚子并没有那么难 只要抓住两个核心就可以 跟着我就可以瘦肚子 所以你的肚子就交给我就好了 坚持就能看到 你就是必须要什么呢 提高代谢 因为代谢变慢了 减脂塑形就会变慢 而且年龄就是代谢下降的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如何提高代谢呢 记住刚才说两个核心两招 第一招多吃蛋白 蛋白质总是吃不足 现代人就是碳水吃太多 脂肪吃太多 蛋白吃的很少 其实鸡蛋鱼肉 然后鸡肉或者瘦的牛肉 或者瘦的猪肉都是可以 包括豆腐也是可以都有蛋白 所以每餐至少吃一点点蛋白 你就记住了 我至少吃一点点蛋白 蛋白有多少呢 大概就是你一个拳头这么大 当然这个就是很多了 或者半个拳头就已经够了 或者是一个手掌这么大 或者是半个手掌 至少要吃半个手掌 半个拳头 所以并不是说让你每餐就是白水煮 是吧 然后这个特别无聊的一些减脂餐 不用 但是你必须要记住 唯一你需要有的就是一点点蛋白质 在你的食物里面加入就好了 这样可以筋饱 然后它还有这个负热量效应 吃不进去多少的热量 还能帮你提高代谢 第二个核心要重点是什么呢 提高代谢 那肯定就是做运动了 尤其是做负重训练 当然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 今天就有你的福利了 就是我教你一个动作 不仅可以让你出现马甲线 捡肚子 还可以练全身 在家做就可以 然后一个动作 你可以12次 是吧 我待会就教你怎么是12次 然后做三组 当然如果你做不了三组 你做一组也可以 只要你做了就是成功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主身的体腿动作 然后双手支撑住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手臂跟地面是垂直的是吧 然后大概你的手臂 就是在肩 手在肩膀上方 然后撑住垂直住 然后这个时候双脚越微分开一点 然后慢慢提腿 相当于右边一次 左边一次向侧踢 然后在里面一次 在左腿踩里面一次 这个就是四个是吧 然后所以你可以做三个循环 三二三四 为什么呢 这个真的是你要平板支撑在这里 这时候你的腹肌核心就练到 手臂也练到了 肩膀也练到 当时腿你也要紧张起来 这个身体不要吓塌是吧 也不要太上翘 然后就是一个平板支撑一个动作 这时候你的全身包括你的臀部要加紧 大腿也都会练到 而且尤其是腹肌腹部 各个方位都要收紧练到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全身 包括让你出现这个马甲线 腹肌让你甩掉肚男 非常高效 所以刚才这个两个合肩就记住了 多吃蛋白 然后做运动 在家做这个运动就可以非常非常简单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些底层逻辑掌握好了 不要想着每天我要去健身房 健身多少多少小时 就是把这小小的动作融入生活 培养习惯 这就是我的健身理念 这样才可以一直建设前去保持下去 拥有好身材 13年这个健身总结下的经验 做成了一个雕刻身材秘籍 就是要免费奉送给大家 下一期呢就是在7月17号 然后因为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我也就是真心想帮助那些 彻底想在今年夏天之后 完美蜕变的人 评论区下面写我要蜕变4个字 然后找我的一个小助理 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放军签 那现在报名的很多 等要抓紧时间 掌握了这个知识后 你也可以 其实完美蜕变 离你非常近了 没有那么难 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出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就聊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